资文长公主沈贤温良尊厚品贸出众 今大将军秦如梁树边有功 试婚取之时 特此长公主与秦如梁则良成完婚 认识你的旨意 轻易也别离开将军府 将军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重新开始 我于乱军之中救了你 你转眼就杀害了我的父亲 早知如此 当时我就给一件傻的 不是我 我没有 这修术 你恩胜 好 既如此 这是你自己决定 你随你的心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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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吩咐脑炉 给您送来了�gen汤 您就麻利地喝了它吧 蜜子汤 研究麻利的喝了它吧 魯小姐 可不能再叫柳小姐了 下个月将军回府 我们家小姐就要过门 往后将军府的女主人 就是我们家小姐 不会的 求良的不会这么对我了 认识吧 这是你上个月为如良做的衣服 如良亲手捡碎的 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吗 一个前朝余孽而已 是非可抢如良 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赶紧走呀 我不走 我要等清无良回来 我亲口问他 那你怕是没这个机会 小山 给我把他摁住 你要干嘛 你放手 你要干嘛 我要把你的脸滑滑 你没我 我给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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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对夫人不敬 我该做个处罚怪 你要是真喜欢将军 就找个地方默默去死 秦如梁 阿贤呢 阿贤如今是你的妻子 他为什么会下落不明 将军不好了 有沈姐突然带话 公知云接受人的那妻 离家出走不知所踪 好你个情主俩 苏大人 沈贤是否失踪 是我将军府的事 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不找 我去找 阿贤若有三长两短 绝对不会放过你 对吗 随我出云寻公主 啊 等会把你拉上去 给予人试一下机位啊 好好来 好来起 好来准备 来与备 来老包子来与备 开始 姑娘 你可醒了 现在是在拍哪张戏啊 什么拍戏 姑娘 你滚倒在外面的雪地上 是苏大人 给你救了 姑娘 你是不是伤得太重 失忆了 所以 我穿越了 姑娘 你这是找什么呀 姑娘 找镜子 姑娘 别难过 刚才 毁容也是真的 让我这肚子的怀孕 姑娘 你怎么知道 自己已有两个月的身孕呢 你没有 好假 不仅穿越 还穿到了一个毁了戎 环了崽子的女人身上 神仙啊神仙 你这是什么运气 阿喜 谢谢 苏老师 好啊 谢谢 苏老师 这也是 这是啊 中了中了 苏老师 我本以为秦如梁慧姑娘就惊 但没想到 她竟然博带你如此 听你这么说 这恋爱脑果然是要早抱怨的啊 恋爱脑 恋爱脑是和我 哦 没事没事 对了 我昏迷多久了 你有一个月了吧 有一个月了 啊 三 四 四 那今日 岂不是秦无良 娜妾的日子 阿贤 你也别太难过 大不了 这将军府 我不去也罢了 那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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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经被欺负的那么惨了 反正我一时半会回不去 不然就要借着 将军夫人的这个身份 好好地替她保重 她 阿贤 你在说什么 她是谁啊 她也不重要 但是今日如果不在场的话 岂不是便宜了那对狗蛮女 走 狗狗狗 狗狗狗 将军 这时辰不早了 柳小姐还在府中等着 不如将军先回去还婚吧 公主还未找到 我怎能放心回去 公主的下落就交给我们 那尚书之子本就想收柳小姐 现在已经堵在了府衙门口了 请将军速速回去成亲 否则再晚了 怕是护不住这个小姐 有消息立刻回避 不住 这什么时辰啊 这将军呢 将军回来啦 将军回来啦 二代高堂 出品对卖 秦将军金云纳妾 怎么没人通知 我的将军公园 秦将军金云纳妾 怎么没人通知 我的将军公园 神仙 是你吗 你的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将军还会在关心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被这姓柳的贱人划花脸赶出府的时候 你在哪儿 是不是我没能死在外面 你很失望啊 也对 成婚不到两个月 病难心切 我被扫地出门还容貌敬毁 你们倒在这儿有些人终成眷属了 金月亮 你真是猪狗不如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将军 都是我的错 不 我不该仗着将军对我的喜欢 就不顾及公主的感受 虽不知公主为何这样说 但如今公主回来了 往后大家还是一家人 真是好一个狗马女啊 金月亮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白白捕出一颗真心让你反复践踏 在你心里早就对我有恨 那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将这将军府的体面维持下去呢 金月亮 今天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金月亮 今天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若是公主能出了这口气 千错万错便都是美舞的错 美舞敬公主这盏茶 以后我们便与姐妹相称 轻仇救援一笔高销 姐姐你倒如何啊 嗯 好啊 既然妹妹都这么说了 如果我不答应的话 显得我太小气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请叫我敬贤公主 怎么 他给我进那茶我就一定要喝吗 秦月亮你给我记住了 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家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给我听好了 我才是圣上遇刺明媒正娶嫁给你的夫人 不管你喜欢也不喜欢都不种 也没人在 但是她 只要一日不知收敛欺负到我头上的话 便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当家主母滚家不听话的小妾 这种小事 难道也要经过将军的余许吗 公主为何一定要羞辱我之尊 我就是要羞辱你 怎么受不了啊 受不了去死啊 给我回吧 秦月亮 阿贤好歹是公主之尊 你并是这番贱阅的吗 苏大人 你这是要插手我的家事 阿贤无家可归 又被人拔伤了你 差别就饿死在外面 若非将军冷落 你又不会连他的下落都不止 更说不过 阿贤 现在怀有了身孕 阿贤 现在怀有了身孕 他说的可是真的 是真是在有什么关系吗 从今天开始 这孩子有娘没爹 跟你更是没有半分关系 没我 没我 我 真是奇了怪了 这府上还有人关心我呀 姐姐 你白天不是还晕倒了吗 怎么晚上 又有力气来找我麻烦了 公主这是什么话 公主既已有了身孕 做妹妹的自然要好声照料了 这是将军给公主准备的补样 将军一番苦心 公主可要收下了 她的苦心啊 看来虽然我怀上她的肿 她也不会对我有半点心疼 她也不会对我有半点心疼 这种事情 还要让妹妹过来 将军本就不愿娶你 拆我送这药过来 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 我劝公主想开些 能活着是不错了 别忘想在将军府搅起什么风浪 是啊 你说的对 那既然我有流气大便会 怎么问你 放开她 兄良你也会心疼人啊 那你心疼她 为什么就不心疼你的亲生骨肉啊 人都说虎毒不识词 你简直是铁石心肠 你觉得她发什么疯啊 是啊 整个坚军府里就只有我会犯罚 也只有我最该死 孩子是无辜的呀 坚冀补药之名给我喝堕胎药 现在还来质问我 曾经我不过是给公主送来的补药 公主却非说是堕胎药 那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请将军明镜 我 真是好眼睛啊 那每日这么也不对吗 啊 今天我把话放着 请 用想生这个孩子我偏要生下来 如果日后你再敢对这个孩子 动手 你绝对百倍千倍的还在你们俩身上 我说到 做到 岂有此理 这丑八怪竟然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夫人莫闹 香善有法子整她一整 也不敢说 那你不要一负 那我把我那儿拿出来 就不着了 我去辞职 那我也不介意 你不愕和好好好 那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愕和我 用得上那些好东西吗 你以为将军还会再为你出头 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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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过瓶里吸过瓶 你这雕奴就是欠管教 今天我就要告诉你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不忍将军 求给奴婢做主 赵妈姨像是府邸的老师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奴婢今日照常给公总送发 谁知公主今日 发了疯 拿筷子夹奴婢的手 还逼奴婢吃生发 奴婢不肯 他就要打伤奴婢的手啊 岂有此理 把沈仙叫过来 恶人先告证啊 你口口声声说我这个主子虐待你 那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只字不提啊 奴婢 每日清清恳恳 不知为何公主要为难奴婢 奴婢 你哪里是奴婢啊 你对我呼来唤去 恶语相向的 与妃是我主 你这手呀 确实是我弄的 但我为什么弄你 你心里没数吗 那馊饭难道不是 你特意给我送来的吗 你胡说 我没有 不是你送的 那你就是奉命送来的咯 奉谁的命呀 有事吗 还是 秦太将军 盛仙 你休要胡乱攀养 我说秦太将军 我好歹也是公主 就给我吃馊饭 那是怎么着 也得治一个 冒犯王室之罪 按律 登斩 夫人 夫人我不想死呀 夫人 夫人 你是府里的老人了 竟做出如此 胆大妄为的事情 就罚你半年工钱 拧去洗衣房做重活 这就算完事了 妹妹你也真是 人美心善呀 不过你别忘了 她得罪的是我 应该由我来冲犯 那你想怎样 冒犯皇室之罪 需要上班到皇室那里 这一来二去的 太费时间了 不就由我来做出 今日就将这剑壁杖壁扔出去 将军 将军饶命啊 将军救我 我都不想死了 将军 这风女人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心狠手了 赵妈少说 在府里也做了大半辈子 她还一句话 说账壁就账壁了 看来她已经确认这件事情 同我们有关 日后 会不会报复呀 谁说这事与我们有关 明明是那赵妈 擅作主张 未来的日子还长 沈贤 我就不信我会输给你 你说 若是让这剪刀 狠狠地划上一口 是不是就能让人心坎不紧 公主 毕业终于见到公主了 那毕业 你怎么会来啊 是苏大人辗转找到了我 他说你加入了将军府 这才带我过来 毕业是伺候了你十几年的人了 如今你身边也在确认照料 有他在你身边 互相有个照理 我也就放心了 太好了 毕业 将军 苏大人求见 苏扯 他还敢了 苏大人大驾光临 布置有何贵干呢 听说我前些日子送了公主的补品 都被你的妾室柳氏据为己有 如此一来 我就只能亲自将东西送到公主手上 以免有人偷拢转送 苏大人大老远跑这一趟 就是为了这事 我特意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今后如果你让公主再受半点委屈 绝对不会放 苏大人 不知你以何身份说出的这句话 你不过是沈仙过去的老师 而他现在是我的夫人 他过得如何 还轮不到你这过去的老师说话 请主调 生气了 哈 苏大学士不是一向都是温温而雅的呢 或者是只有遇到沈仙 才会让轻易事分寸 苏扯 我请客 我情无连那么家事 还轮不到你来管 你最好 爱证自己的身份 适合而止 送客 这么多 苏老师真是破费了 苏大人对您可上心了 先前就一直送各种东西 吃的喝的 还有各种药方 都是苏大人向太医 向您求来的呢 果然是他 对了 卢毕照着药方煎了几副安胎药 公主 您趁热喝了吧 怎么了公主 这里面加了父子和桃人 喝上半个月 怕是会有滑胎的风险 怎么会 这 这药方是苏大人向太医求来的呀 太医自然是不敢擅自做主 这当然是皇上的意思 公主 明日咱不抓这药了 不必了 药你正常按方子上的抓 但你把炉子搬到咱们院子里来 我把两个药挑出来 咱们再见 是 就 我去 你 我去 我来 我来 你 这绣笼糕还真有效 当然好用了 这可是苏老师专程为我寻来的 我十分钟意 你以为这是苏老师送来的 那样 总不会是你送的吧 你是我的仇人 我怎么会给你送药 但是沈仙你听好了 如今你是我的夫人 也不该与外男相交过密 秦如梁 你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将军不好了 将军 神仙 你又背着我做了什么 我一上午都在房里 我干什么了呀 梅舞的伤 难不成是自己伤的 你从前是那样的温馨善恋 怎么如今变成的这般样子 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如果我跟以前一样被人欺负 早就被你心心念念的梅舞 给欺负死了 放手 公主 我 你会写了 有写了 你叫大夫 我 我 我 你滚 你滚 我从今晚后 我与你再万分情愿 就算你跪在我面前 我也会和我的白菜在焦点心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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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仙 圣仙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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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了 兵将军 代付出公主情况紧急 可以让我来问问将军 若是出了问题 是宝大还是宝小 当然是宝大 圣仙绝对不能死 去 快去 是 快去 不去 不去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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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说呀公主和孩子 公主和孩子母子平安呀 太医呢 太医已经在前厅后这儿了 快 随我去吃春远 公主 公主 公主醒来都没有问过孩子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担心有什么用啊 生死有命 我已经尽力了 孩子保住了 公主 您不开心吗 那你说说 我有什么可开心的 这孩子生下来 这孩子生下来就有娘养没爹疼的 说不定还跟他那个爹眼狼心狗肺的 生下来便是要操心一辈子 怎么 你这丫头也要拦我 玉燕绝不让任何人伤害公主 将军也不信 玉燕 你以为我想来看你吗 如果你死了 我只会放面目清楚 如此才算大仇得报 是是是 我还活着 你很失望吧 但不光是我活着 肚子里的这个也还活着呢 你气死了吧 这玉燕来的是宫里的太医吧 看来皇上也不想让我死 秦玉燕 你气死也没用 公主 可否让下个人为您承拔 怎么样 肚子里的可还好 敢问公主 这月余以来 是否是按下官开 是否是按下官开局的方子 在服药 当然了 药都在院里 每天都是按照药方子里 煎药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看来我这孩子没事 太医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不不不 没有 公主是极强辅瑞之人 胎儿得饱 下官提供 高兴 那这还多亏了胎医开的药方 不然 被秦玉燕那般家暴 这孩子早就该流产 既然是皇上派你来的 就回禀的时候 替我传达给皇上 我跟孩子暂时平安无恙 多谢皇上关心 不是 这次在府外险些 丢了性命之后 醒来了 我便看开了很多 过去的一切 我早就忘了 但这皇上 终究是我炫脉相连的堂兄 既是一家人 胳膊肘自然不能往外管 所以 等我这孩子出生了以后 便跟着我姓沈 若是有姓维臣 必将为皇兄所驱使 为大楚效力 刚才我说的这些 都记住了吗 是下官记着 那回禀的时候 你一定帮我传达给皇上 这应该不违反你的职责吧 据述相报 是下官应尽的职责 好 那我话就先说到这了 如果你之而不报 那回头竟跟我 跟皇上见面的时候 你就玩完了 下官明白 于燕 小姐 小姐 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你在打什么主意 我不过是在自保而已 既然这将军府中 无人可以抗 我便拉了皇兄 你疯了吗 皇上虽然饶你一命 但你终究是前朝余裂 小心玩火自焚 你这是在为我担心吗 秦如梁 你不要太好笑了 口口声声说 要杀我为父报仇的是你 担心我玩火自焚的也是你 秦如梁 你不会对我还情根深重吧 嗯 这好大的胆子 我胆子有多大 你才知道吗 刚才这一巴掌 我就是要告诉你 不管曾经咱们有多少过去 曾经往后 我都不会再留有半分情验 如果你再敢惹我 而不建议你 你死亡 你以为 就凭你这三小木 能拿得住我吗 我可没指望能拿得住你 不过但凡有机会 我绝对不会心软 我会将这刀子 捅进你新屋子里去 如果我敢眨一下眼睛 就不是神仙 你就这么想杀我 就算你的孩子 一出生就没有了爹 也没关系吧 说吧 你好像很在乎 这个孩子似的 秦如梁 你是不是希望 为你生孩子的不是我 就等没我吗 既然如此 那就当他没有你这个年 反正你也不配 你觉得很关心 其实我也觉得很关心 要不是我醒来之后 发现有这么个种 谁他妈要给你生孩子 好 好 好得很 记住你今天说的苦 我走着架 相军你怎么来了 得空就过来看看 算好得怎么样 每日按时抹药 幸好很多了 难道 但我现在 啊 你老婆 你老婆 再来 难道 你老婆 像军 将军就不能留下来陪陪美舞吗 别发信 我会给你个交代 将军整的又走了 看来就算我遍体了一生 他对我也没有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怜惜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将军当时答应娶夫人过门 还是因为上述家的顽固少爷想受夫人为妾 出于道义才应下的 本想着 这婚事既成 早晚有一天生米就会煮成熟饭 可谁知将军当这是柳夏会转世 美人在怀也毫不动心 住嘴 将军夫人的位置迟早是我的 难不成那毁了容的沈贤还能做出花样来不成 将军恨他入骨 绝不会给他好脸色 可是夫人 奴婢还是有些担心 虽说将军和公主水火不容 可说到底年少时也有过那么一段暧昧旧情 将军每次带夫人您好 都是当着大家的面 和到了人后反倒客气起来 奴婢是怕将军心中还会彻底放下他 是吗 那就想个法子 让他彻底消失 听说将军昨晚去了柳氏那 相善那家伙 恨不得全府的人都知道 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 一面想要栽赃无我 一面又想讨秦瑞良联系啊 不过我听说他确实伤得不轻 可缘有头债有主 他总不去找真正伤他的人 非要找我们的晦气 也许根本就没这个人 听说公主大病出狱 妹妹特地带了些糕点 梅武 你勇气可佳呀 这将军是不是忘了提醒你 没事的时候少来我这吃春月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不过是带些茶点过来 公主不至于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坐 公主来路不明的东西 甚是 怎么会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啊 这可是二夫人亲自给我送过来的 公主有孕在身 为了孩子 我要小心几时 李燕 说什么样子 难不成 梅武会在这点心里下毒 害我的孩子不成吗 不会的 梅武不是那样的人 就算不要脸 摇命啊 对吧梅武 不过 就算是这点心没问题 那要是我吃了之后出了问题 梅武 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 公主说的是 梅武无论如何还是很惜命的 既然公主不信我 那我又何必抢着黑锅来呗 走这么快啊 妹妹没在自己腿上划两刀吧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胡说 但是你别忘了 将军酒精沙场 如果连伤口都看不明白的话 不如卸甲贵甜色 夫人 夫人 我看到沈贤就是故意吓唬咱们的 若是将军看出来了 为何当时不说 将军 坐 梅武 回来看看铁山好得怎么样 多谢将军关心 梅武已经好很多了 好 其实那日与公主发生冲突 乱终于有伤到自己 将军也不必全怪公主 你若是不再刻意提起此事 或许我真相信 将军 你已经没有解释啊 你与沈贤之间有何嫌隙 我没兴趣知道 但是现在 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将军 我 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了 你好怎么知道 我还有公务 我就不陪你了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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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不是奏悟那个女人吗 怎么会让为了那个女人 责怪夫人 神仙 我这次定要教你斩草除鸽 嗯 大功告成 月 一会把这都挂门口去 月显眼的地方就好 鸡狗不得入内 公主 你这是在骂秦将军和柳夫人哪 就是要让他们看到 他们来一次我买一次 去吧 好 我这就去 这是公主画的 好 苏大人 这是我来的 刚到一会儿 苏老师 那我先给苏大人去壶茶 呦 公主近日又爱画画了 我可不完全是靠脸吃饭的 我还是很有才华的 真是不错 公主若有兴趣 可以把这些画作拿去画社分发一下 说不定 还可以挣一大笔钱呢 还有这种好事啊 公主若有兴趣 苏某可以帮忙 那说好了 如有得力 我给你分成 那就先谢谢公主了 苏老师慢走 奇怪了 苏雁这丫头说去啥就去哪儿去了 苏雁 公主 我家夫人请你去园中仪序 苏雁呢她在哪儿 公主放心 她很好 我警告你 柳梅舞 你要是感动我的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公主这是哪话呀 梅舞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你我共同伺候将军 本应和睦共处的 我本不想与你为敌的 希望公主也能放下救院呢 与我为敌啊 你还不配 至于救院 从来放不下的都不是我 还有勤舞梁 就她那么个人 谁想给你敌啊 公主嘴上这么说 去为什么还不走啊 走 走了之后 将将军府的一切都留给你吗 虽然我不要勤舞梁 但将军夫人的这个名分 我还是要的 不然怎么永远压你一头啊 是吗 那你怕是没那个机会 我就知道 你们把我带到这荒芜如燕的地方没有 不行 那不是我的愣心呀 我反正就让你们得逞了吗 你想干什么 将军不会放过你的 姐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就没有想过我不会放过你吗 我再问你一次 欲言在哪儿 在 在厨房 你放过我吧 放了 下去吧你 你 你 早就听完 郭主声认的丫鬟战斗的错 近日 总算是见到 你快去帮我 就是被公主知道了 看他不扒了你的皮 他扒我的皮 眼下他自身都难保了 搞不好 将军不救人之后 你们爸公主怎么了 你呀还是别启发操心 那我能趁现在 还是陪我看 让开我 公主 爹 别怕没地方公主 公主不喝 冯夕这笔账我一定给你逃不去 嗯 朕听文太医说 敬贤公主的孩子命不该绝 尽管他在你府中过的种种不如意 但依旧是母子平安 陈赵不不周 请身上知罪 降罪倒是不必 但有些话 朕要说在前面 大将军府中的家事 朕本不想拨问 若损及了皇家的颜面 朕便不得不管 敬贤公主 敬贤公主 再怎么说 也是朕赐婚于你的夫人 凡事都要有肚度 臣 明白 退下吧 皇上 我要为我家夫人做主 公主把我家夫人推进池塘 忍到现在还没醒呢 什么 跪下 什么 我叫你跪下 是你疯了还是我傻了 让我跪你 看来今天我不下跪 便走不出这个大门了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下跪的理由 香善 禀将军 二夫人就是被公主推下堂去的 奴婢也是被公主给打晕的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当然有话要说的 你刚才说 是我把二夫人推下池塘的 你可亲眼所见 我自然是看见了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 我把你给打晕了吗 你又是怎么看见的呀 你先是把二夫人推下堂去 怕冬创事发 然后才把我打晕的 那我把柳梅舞推下池塘的时候 你没什么不拦着呀 你在边上干嘛 看戏啊 而等剑壁 护主不利不说 还栽赃陷害 真是好凌厉的口令 并没有栽赃陷害 奴婢说的都是实话 那你的意思是 我怀着身孕 专门去把你家主子 请到池边来推他下去 可是我今天都没有出这个池塘院的大门 你简直从头到尾就是颠倒黑白 你胡说 将军 这说了半天也没有可以下座的理由 没什么事的话 我回去睡无觉了 将军 小人看到公主从池塘院离开 往池塘走去 将军 小人看到公主从池塘院离开 往池塘走去 你看见公主离开池塘院 此话当真 小人那日在花园里打扫 远远看见公主从旁边走过 那好 我问你 当时我身边可有人 有 谁 小人记不太清楚了 只记得当时那个人 穿着一件浅绿色衣衫 浅绿色的衣衫啊 可是这件 现在我都要问问你呢 你为什么会在我身边啊 你特意去池塘院找我 说要带我去找玉燕 然后把梅舞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疏于照顾 让她失足落堂 然后你把这些罪名 张军李带的 推到我身上 真是胆大包天啊 明明是你引我们家二夫人去池塘的 我引你家二夫人去池塘的 那在我身边的应该是玉燕 为什么是你啊 那这么说 是你家二夫人 引我去池塘边的 对了 今日莫名其妙的 发现这玉燕 被关在厨房里 这件事情 不会也是你们 穿多好的吧 将军 已经水落石出了 这丫头难口谎言 是不是该请家法呀 来人啊 把这丫头拉出去 叫他打三十大板 将军 奴婢游望 奴婢游望啊将军 来人啊 把这丫头拉出去 叫他打三十大板 将军 奴婢游望 奴婢游望啊将军 我再问一次 美舞落堂 究竟是不是你干的 我说了你会信吗 不信你 我为什么问呢 我知你与美舞 素有嫌隙 但无论如何 都不应伤人性命 伤人性命 他柳美舞 伤我性命的时候 也没见将军 这般义政言辞啊 他的命尊贵 我就该死是吗 一马归一马 你与香山 真变了这么久 不也无法证明 自己的清白吗 我早就该认去 你这家伙 是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敢问将军 今天也要将我打本吗 有本事 今天你去将我打死 不然你对我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庄庄渐渐地跟你讨过来 你以为我不敢杀 彼此彼此 你不是早就想杀了我 为父亲报仇 你还敢提我父亲 怎么 秦如梁 你真的敢杀了我 你这是在挑衅 我就是在挑衅 你敢把这刀子划下去吗 你敢把这刀子划下去吗 你不敢杀了我 你便是伪力生质 这是在造反 呦 这都是在干什么呢 这么着 我还动起兵器呢 曾将军 公主好歹是皇上 遇赐给你夫人 你就是这般对待的吗 多谢公公救命之恩 公主这是哪里话 折杀咋家来的 公公 这都是我的错 我总是惹将军生气 所以才让将军 对我如此厌恶的 公主别难过了 请将军 公主是弱女子 纵使不得将军宠爱 也不该这般对待 今早 皇上才跟将军说过的话 将军这会儿就忘了吗 那便好 咱家日后还会来探望公主 若再被咱家瞧见上 咱家可不保证 会不会传到圣上耳朵 我 哎呀要不是肚子里有这么个肿 我今天一定跟你不醉不跪 把茶狗倒上 公主这次呀 好好灭了灭他们的气焰 就是将军 也怕是有段时间 不敢再来招惹公主了 你是不是觉得 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 比做一个烂好人更爽呀 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 比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更爽 就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人 玉燕 以后谁骂你不必骂不去 直接打烂他的脸 谁咬你也不用咬过去 直接敲碎他的牙 听到了吗 请尊公主教会 来 干杯 公主 你最近好像变好看了 是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吃偶 奴婢可没有这么说 你有 没有啊 你就说我丑 你才吃偶呢 哎 玉燕 哎呀还跑 我还抓不到你了 玉燕 玉燕你才吃偶呢 真是 哎 原来你并非是病 这是对方 才这般灵地冰冷 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这肚子还是踢你了 奴婢不跑了 是啊 就是孩子踢我了 你还动我 哎呀 好了好了 公主 你就放过我吧 奴婢刚做的点心 我给公主拿来 去吧 好 这时候要是要有盘小子就好了 也不知道 宫里那个杏树还在不在呢 这个 那个吧 这个吧 我 我 我回来了 啊 谁 谁在哪 老秦 你大晚上来我这干嘛呀 老秦 你大晚上来我这干嘛呀 找我有事啊 啊 没事你就赶紧回去吧 这也不早了 整个将军府都是我的 我不能来吗 哦 我还以为 将军觉得我这吃生涯会去 不愿意踏足半步 嗯 评为这般想你 可我谁这么想的 嗯 呦 这将军身上跟柳梅舞的 会去味一模一样 没什么事儿还走吧 免得污染了我就吃生涯 沈夕 你 哎 公主你没事吧 医院来的还及时吗 医院 你真是这个呀 公主 你说将军醒来会不会找我麻烦 你刚才不挺厉害的吗 现在怕什么 可是 哎别可是 走走走 他刚才也没看见你 打死不承认就好了 快跑 将军将军快醒醒啊将军 快醒醒将军 快醒醒快醒醒 快醒醒 你笑什么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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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的事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秦将军这话说的好像我鬼了你清白死了 你 是不是你打了我 努比昨天晚上一直在屋里给公主准备点心 根本就没出来过 可不是吗 他一个小丫头怎么敢打将军啊 将军你找不到凶手就来怪个小丫头 这传出去可太丢了 好 这件事我暂且不提 那门口又是什么东西 门口 哦 那是话 你骂谁集合狗呢 将军你不会 认为这是在说你的吧 你是当我不认识秦流两个大字吗 将军天底下姓秦和流两个字的人那么多 如果将军非要往自己身上按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 嗯 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好看的 快回来吧 奴婢这不是觉得将军吃饼的样子 很精彩吗 呦呦 小丫头真是跟我吃坏了 预言觉得这样很好 我从未觉得在将军府的日子这般有趣 对了 有梅舞那家伙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 不过据说池塘里有小龙虾 给他咬的不轻呢 小龙虾 嗯 夫人 夫人 再怎么样还是要吃饭的 厨房给夫人准备了药膳 夫人吃点吧 啊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不是好人心啊 好好的一道美味佳肴就让他给大货了 改天我再给他送盘子去 哪怕是送不了了 这事已经告到将军那儿 将军已经下令不准我们再去福荣院了 真是死 好兴 那就不去福荣院 咱们出府玩去 走 苏老师 你怎么突然来了 不是你说的让我随时都可以过来找你吗 其实前段时间我也想去找你的 这是什么呀 嗯 你之前不是托我去书社帮你印发那些画作吗 这些是书社送来的第一批红尼 这么多啊 嗯 公主的画作颇受市场喜爱 书社已经加印了测数 如今正风鸣全是呢 看来我还是很有这方面天赋的啊 那当然了 从小我们公主做什么都是很有天赋的 所以你根本不必忘自飞驳 那 不必了 咱们说好的 若有得力我给你分红 你不拿我可成绩了 你放心 现在将军府上没有人敢断了我赤穿 我攒着这些不过也是为了被不识之虚而已 我可不是离了秦文良的活不了的人 但是我听闻前段时间将军府上出了点事 连宫中的公公都亲自出马了 阿贤 以后有什么事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呀 嗨 都是小事 我能搞定 将军 公主她 公主 又去苏府了 她这肚子还乱跑 你们就没一个人拦着吗 公主的马车我们也不敢来呀 罢了 我亲自去找她 这个灯笼该换了呀 你今天去哪儿啊 会友 会友 我肯定是去慧监夫了吧 就算是慧监夫人能怎样 你能三七四七 我就不能风花雪月了 你果然跟苏哲不情不败 说我就说我 别烧带别人 人家苏老师可是风功俱乐 岂能有你污蔑 你当着我的面夸外人 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我亲的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那人 不爱干嘛就干嘛 好狗不朗路 给我让开 啊 家暴啦 真是可怜我这怀太六月了 我要上班到皇上那里 我看 嗯 今天就苏老师生辰了 他帮我挣了那么多钱 啊 我总得 在那里我表示表示吧 可苏大人府上 好像什么都不缺 对啊 幸运点 那你还见过他那个 公主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叫生日蛋糕 没见过吧 没见过吧 公主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嗯 嗯 嗯 好像是有的 嗯 啊 啊 啊 将军不好了 将军 出房着火了 公主还在里面 识不能啊将军 这里面太危险了 三个 不会做饭就别进厨房 把厨房烧了很高兴吗 我知道你厨房金贵 但是我在给人家苏老师做好吃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为了他 才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 管你管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 就别回来了 遵命秦将军 是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生日蛋糕 生日快乐 哎呀 这肯定是刚才厨房 我带他给烧标了 你这不行 哎 我好吃吗 嗯 只要是你做的 嗯 我多喜欢吃 多好吃 哎 哎 哎 你刚才说厨房的火 可是将军府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 就是一个小姐姐把厨房烧的时候 啊 那你可以有受伤啊 哦我没事 只不过是毁了将军府的一个厨房而已 让秦良他自豪要包重建就好了 能让他出点血 也算是值了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就算是志气 也不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 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今天晚上我送你回去吧 苏老师 我今夜 能不能住在你这里啊 我今天把话都放出去了 现在我再八般自己走回去 我脸都刮不住 苏老师 所以能让我住在这里吧 好不好 那好吧 嗯 那你再多吃点 这么好吃的蛋糕 可不可以浪费 山西 你当真不回来了吗 �utter 人家 人家 宋老师 你府上的厨子 做得可以啊 这些都是我做的 做的 原来你做饭 这么厉害啊 你做的蛋糕也很好吃 你喜欢就好 好吃 这要是将来一等位姑娘嫁给你 太有口福了 你怎知 我没有心仪之人啊 谁啊 是谁 快跟我说说 我好听你去跟皇上 做婚 阿贤 其实我 沈芹 跟我回家 沈芹 跟我回家 秦永良 你来干嘛 身为将军府的夫人 在别的男人府里彻夜未归 你不要连我将军府还要连 你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是吧 宋老师 既然有人上杆子找罪手 那咱们行行好 成全他 来 来吃一口 沈芹 听着呢 怎么 再这样就受不了了 那如果我再出去找几个貌美如花的 你岂不是要被气死了 你敢 我为何不敢 你要是死了 我就是将军府的主人 若是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不计前线 祝你一路走好 哎 你干嘛 你放手 你放手 跟我回家 我不回 他不想跟你回家 哎 行 别打了别打了 秋良 我给你回去 阿贤 看在黄兄的面子上 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这愚着舒服 我以后再来便是 孙老师 今天谢谢你为我宠列早餐 我还喜欢 走了 哼 你给我站出来 秋良啊 你别动鼻子上脸啊 我答应跟你回府 我可不是怕的 我只不过 是不想让苏老师受亲疑了 苏 苏 苏纸哥 门口都是苏纸 你还敢说你们这些清清白白 噓 我清不清白 你这么在意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份样子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你好像很在乎 是你说的 是你说的 让我走了就别回来 那我真不回来了 你又在这大吼大叫的 你是不是有病了 夫人 夫人 门方说尽早有人送信给夫人 问她是谁 她却不说 向善 备叫 我要出城一趟 我要出城一趟 真的是你 你知心年过得好吗 相府落败后 我举步维艰 多亏将军收留我 护我周全 哥哥 这么多年你都去哪了 怎么今日才联系我 当年我们 父想被心机所杀 我们全家上下 都被流放置了北京 我也是费了 很大一番功夫 才找了个T4鬼 掏出来的 我没关系了 我回来了 当年的仇 我要他们血债血畅 每五都听哥哥的 每五 这是你现在的名字 当时为了躲避风头 将军便为我换了此名 但是我叫柳千雪 永远都不会变的 我听闻那秦如梁 娶了静贤公主 做她的将军夫人 那你岂不是她的妾室 也不知那沈贤 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得以让皇上来给她赐婚 她虽不受将军的待见 却处处与我作对 妹妹不要担心 这个神仙 我起地解决 公主 苏府的人到了 说是要将公主过府一旭 苏老师 他怎么没跟我说过来 这个 老奴就不值了 反正闲这也是闲 找一头去一去 请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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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了 這不是蘇甫 你帶我來這幹嘛 公主 你們是誰 綁你的人 分開吧城門口會合 公主 讓你睡 給我睡啊 看娘 懷孕了還怎麼能活 說我把她綁了 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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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這樣的 夫人 人命關天 你為何不讓我去尋公主 你都說了 仍然是蘇甫的人接送 要要人問蘇甫妖兒 跑在這跟我叫笑什麼 二夫人 我知你與公主素來不和 但也不能趁著將軍不在 你就歇斯報復 好你一個口無遮攔的丫頭 我看你是皮癢了 哎 二夫人辛勞 玉燕這丫頭也是護主心切 才會如此呢 二夫人辛勞 救命啊蘇大人 蘇大人 玉燕 發生何事啊 今日有火人說要接公主到蘇大人府上 半路卻把公主接走了 玉燕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秦大人一定要救救公主啊 可我從未拆人去過將軍府 此事平時有人故意為之 玉燕你放心 我定不會讓阿歇出事的 他們給了你多少錢 我給你雙倍 別吹了 你在將軍府 根本就不收袋子 不然 怎麼這麼久了 還沒約許你 你知道我的時候在 買你命的人都告訴我 我勸你省省力氣 爸們哥幾個伺候好了 情緒 還能留你個全食 大哥 你不熱呀 所以現在 我就是沒有別的選擇了 對吧 快來吧 小美人 哎大哥 等一下 你要是想快活 你綁著手怎麼行呀 嘿咻 好好坐 大哥呀 有道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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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好 ondu 我 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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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嗎 你 upside down 你什麼 我跟你說 你把我拿走 啊 你不要再把我拿走 你把你拿走 我拿走 看 还往哪儿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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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溪這個雞我來完了 這幫人可真是鐵的心藥不明啊 這幫人可真是鐵的心藥不明啊 這暗器都用不上了 這幫人可真是鐵的心藥不明啊 這暗器的知識好眼熟啊 感覺像是夜良的知識 不是吧 這下午的人都從大廚來到夜良了 看來此次幕後之人您對你十分受信 不然絕對想不到以我之名騙你出門 確實 但無論如何 四小事今天謝謝你啊 不然我就真的想要你了 我絕對不了這種事情發生的 給我搜 給我搜 沈賢 沈賢你可真是好樣 因為一個男人被騙出府 把自己搞成政府德行 秦將軍慎眼 阿賢是受歹人所蒙騙 如今九死一生才得以脱险 將軍不去調查幕後之人 反而在這埋怨阿賢 這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阿賢 你可叫得真親熱 沈賢是我的夫人 你有什麼立場在這裡說三道四的 是 你還知道你是他的夫君 作為夫君 夫人遇險 卻迟迟未能來營救 若不是我及時趕到 阿賢 恐怕早就遭遇不測了 你便是這樣為人夫君的嗎 蘇扯 還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你別吵了 秦如梁 我就問你一句話 如果我今天晚上真的死在這裡 你會不會對我有一絲愧疚 留一天 救你 不過是因為皇上不想你死 你該不會真一回 我會在乎一個殺父仇人的生死吧 很好 我也是這麼想 此生此事 我都不會妄想得到你的一絲聯繫 既然是仇人 那就做到底吧 蘇老師 咱們走吧 將軍 公主呢 你沒把她帶回來嗎 她和蘇折回去了 她和蘇折回去了 美武 沈賢剛入夜 騙被人爐走 為何夜生了你才暴行於武 我 我怎知那伙賊人 竟假罵蘇府的手下 我以為公主去了蘇府 哪知公主竟遭遇此點凶險 是沒我的錯 阿賢你再次稍待 我請大夫給你教教 你不用了 我自己的傷我自己知道 沒什麼大事的 好 那就 我先替你上藥吧 我 很疼嗎 沒事 就一點點 好 跟我輕一點啊 今天 對不起阿蘇老師 派你當成給秦玉良 登槍吧 無法 如果你需要我做這樣的工具 我樂意奉陪 對 對了 今天那個飛鞋飛過來說 真的嚇我一跳 我還以為你舍身要沒有擋箭呢 以後不許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好 那這段時日 你都在我府上養伤吧 那就 就見了 好 皇上口譽 傳大將軍和敬賢公主入宮一序 怎麼 將軍可是有難處 陳靈指 陳靈指 所以你來找我 是因為皇兄要見我 聖意不可為 我勸你速速隨我進宮 好 我會給皇兄這個面子的 但是你要記住 是你求著我回去的 不是我先低的頭 蘇老師 這幾日多虧你都照顧了 得日我再來看 還愣著幹嘛 走啊 走 走 今日進宮滅盛 比不得在家裡 聖上不希望看到你我針鋒相對 你這是要我配合你修恩愛啊 不行人相交都要吐 就算是為了你的孩子 你也不希望因為一點小事 引起聖上的疑心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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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陳將軍啊 看夠了沒 走了 一 参见陛下 敬贤身子重就免礼吧 谢皇兄 敬贤呢 你脸上得伤可是好了 劳烦皇兄挂念 也多亏了将军的照顾 敬贤才得以恢复如初 我可是听说 你和将军针锋相对 前段时间还都弄棒的 没想到还是被皇兄给知道了 也没什么 这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啊 不过是前段时间将军纳妾 我这心里有些过意不去罢了 不过我们已经说开了 如两眼并封薄待我 自然就和好如初了 以后呀 我们一家三口 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 行啊 真见你二人 琴瑟和米欧 朕也就放心了 现在离开闪的时间 还有用 如两啊 你带金钱 去花儿里赚住 是 行了 这也没什么人了 不用再也 没想到你这么配合我 停 我可不是配合你啊 你刚才也说了 是皇兄想看的 所以 我也失败了我自己 这棵树还活着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 这棵树上的杏子 我帮你摘 都 没这个必要 你以为我真的喜欢吃杏子 就算我喜欢吃 那这棵杏树和别的杏树 又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还不明白 咱们俩现在是仇人了 不管是树还是杏 都已经不重要了 顺贤 你为什么要杀我夫妻 我说你会信吗 秦如梁 我曾经尝试过 在你面前解释过 但是我解释了 那么多次结果呢 秦将军 今日公主不是和你一同进宫的吗 怎么没有和你一道过来 苏大人每日盯着别人的夫人 为人师表 就是这样做表率的吗 可阿贤现在未必想做你的夫人 她是曾经倾慕于你 但她也不是傻子 你曾经那般对她 她对你的爱 早就烟消云散 她对我是爱也好 恨也罢 她都是我将军府的人 苏大人 你不会还以为 你还有机会吧 苏老师 你也在啊 皇上告诉我 今日你要进宫 也知道我曾经教导过你 所以便让我一同前来 还是皇上来对 有苏老师在的话 我总算由自在去 宫中全是皇上的眼线 你确定要在这里 与苏哲这么亲近 我只不过是寒生了几句 秦将军这也不行啊 那我就非要你看着 我都要看看 在皇上面前 你敢我敢教训 成蒙苏老师的关照 我才成长成如今的模样 这眼下也不便饮酒 那我就以茶带酒 敬苏老师一杯 皇上驾到 东眠礼 今日是家宴 大家不必拘束 静贤呢 我知苏大人是你曾经的老师 今日便也把他请来 听闻当日也是他 从三贼的手里 把你救下来的 正是 那日我被贼人所绑 险些丧命 多亏了苏老师第一时间相救 如此 苏泽救人有功 当事 不过朕一事不如 敬贤与血 为何将军府 会能第一时间救人哪 哦 如良他忙于军务 自然是一切以大厨如先了 身为将军夫人 我 充分理解 此话也是不错 如过朕良 你也要多分些精力 照顾敬贤 此处 好了 大家一起去飞吧 有资格 护驾 护驾 啊 那 你说 听用 我跟你认证 啊 嗯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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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想留他姓名 我就把路给我让开 你以为 你还能逃得掉吗 事实 是我姓名 还是他姓名 我让你走 别伤害他 阿贤 没事 传阵之一 全程缉拿刺客 是 齐主良 你觉不觉着这个飞镖有点眼熟 和那日山上透心你的一模一样 难道上次跟这次行刺的是同一个人 林将军 护城河中发现刺客尸体 这不是刺客 选个地方买了 你若想确定飞镖的姿势 问秦将军便好 他直升沙场多年 自身能辨认出来 我可不想有趣于他 这什么事都靠自己不行吗 对了 刚才铁器部的老板已经确认了那就是叶良的款式 可是叶良现在偏安逸余 为什么会突然没有理由的来刺杀皇上 此事颇为奇巧 一时之间 应该还无法辨认出来 看来 只能从长计议了 也不知道这秦如良抓到的刺客没有 一晚上连个秀都没有 昨夜他为了救你放走的刺客 皇上为此正在气筒上 你可是在担心他 担心他干嘛呀 这世上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担心他 一夜过去 将军可找到刺客所在 刺客狡猾 留下一具无名尸体便销声匿迹 不过我已让护城军关闭城门 想来他也逃不掉 将军昨夜本可以申请刺客 却为了救阿贤放弃了手到擒来的机会 你若需要帮忙尽管开口就是 捉拿刺客本就是我武将的职责 若是沦落到要你这个文官帮助 那我岂不成了全大厨的笑柄 秦良你怎么说话的 人家苏老师也是好意 不必出野心 是啊 他凡事都以后的当然不会受委屈了 但是省仙里别忘了 这里是皇城 若是让皇上知道 你我恩爱只是作戏 那便是欺君的大字 你确定 你要你的苏老师牵扯进来吗 没错 我确实不应该把我的苏老师给牵扯进来 苏老师 那我就先同秦良回府 苏老师多保重了 你先回府吧 我还要去寻资格的下落 你特意送过来 外面不安全 这几日不要出门 刺客的事 你也不用管 小心 秦良 谁让你替我当飞镳了 我可不想再欠你一条命 你逼我之间 小秋已经分不清我产生一次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 我没想要你的原谅 但无论如何 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的面前 请不聊 请不聊 来人啊快来人啊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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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叫大夫 弄着干嘛快来扶呀 是寂寞 忘却了前衣 夫人 您可知将军今日是如何受伤的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 将军今日本是在城外追捕刺客 却特意将沈贤送回来 就是在将军府门口 替沈贤挡下了那面飞镖 将军竟然为他挡下了飞镖 将军不是一直对他恨之入骨吗 夫人 您可要当心了 沈贤以前不得将军宠爱 由他自生自灭 可如今 他不知给将军灌了什么迷魂汤 将军竟不顾自身安危 也要救他 夫人 您要做好准备才行啊 知道了 夫人 您好好休息吧 向善退下了 千雪 是我 哭 千雪 是我 啊 哥 你受伤了 我去给你叫大夫 回来 不叫大夫的话 你会死的 你若是去找大夫 怕是你我都要死 哥 这是什么 怪就怪我行刺攻荒 你为难得手 又被秦如亮那小子所伤 如今城门禁闭 虎城军全城搜捕 我走到乌鲁木 才不得不来投靠监选你 昨夜宫中的刺客是你 若非秦如亮从中阻挠 昨夜我便报了副相的大仇了 哥 你别乱动 我去给你报上 您放心 我落个角边离开 我不叫你收牵连 你是我的亲兄长 怎么能说是牵连呢 你安心在此养伤 不像个法子替你转你事情 你所言当真 陛下 奴才不敢下说 刺客行刺那晚 奴才确实看到敬仙公主与那刺客交谈 依我看 两人似曾相识 岂有此理 朕好生待的留他一条性命 他竟是恩将之虎报 来人 朕要亲至将军府拿人 照我说的做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双倍 怎么 还嫌不够吗 可 可能沈贤终究是公主这次 你 你确定要这么做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你不是还有个老母亲等着钱治病吗 还犹豫什么 冤有头战有主 敬贤公主 你可别怪我 要怪 就去怪二夫人吧 不知皇上大驾光临 臣等有失远迎 望皇上恕罪 来人 朕 敬贤公主拿下 是 沈贤犯了何罪 请让皇上亲自上门问罪 秦如梁 朕便信你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目击 敬贤公主 与当日的刺客相识 并且 在御花园和刺客相谈 秦将军 你说 说朕 该不该赐他一个 谋逆之罪啊 这其中定是有误会 沈贤绝不是谋逆之辈 请皇上 明察 秦将军 你就是这般糊涂 既然你说敬贤他没有能力 可有证据啊 臣有 这枚标 这枚标 是当日 臣在将军府之前 即沈贤党下 与行刺皇上的 一模一样 若沈贤与刺客勾结谋逆 又怎会遭到刺客刺杀 此时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请皇上 明见 这是怎么回事 你作何解释啊 说 到底是谁指示你的 皇上饶命 都是刘二夫人 要献奴才这么说的 奴才 奴才并非有意要害敬贤公主啊 你胡说 你撒谎 我日日都在将军府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我如何去皇宫威胁你 二夫人 二夫人以重金相 相诱于我 来说 拿奴 奴才那病重老母亲开刀 奴才若有半句假话 天打雷皮呀皇上 好你个狗奴才 事情败露就拉旁人下水 我与敬贤公主 以姐妹相称 我为何会害她 够了 朕还在这呢 就这般相互攀咬 可还把朕放在眼里 如梁 今日之事 应该算是你的家务事 不过 竟然蒙骗到了朕的头上 朕 就不得不管了 来人 在 将个小太太和柳氏 拉下去杖毙 是 那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将军 将军求你救救我 将军 将军 皇上 为武自幼无异无靠 缺乏管教 请你念在她是初犯的份上 饶她一命吧 人都说秦将军宠妾灭妻 看来传言果然是真的 这柳氏 污蔑敬贤 不惜以仙犯险 你不替靖贤讨个公道 却要替她说话 靖贤 你说 朕该如何处置 既然将军 那么不想让柳氏死 就随她的愿吧 好 朕今天就给靖贤一个面子 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这武士大阪是逃不掉 秦将军 你可要带她受过呀 臣 令罚 走 你不要打将军 不要打将军 公主 您真的不去看看将军吗 他要留没五兆五兆 我去凑什么热闹 可将军这次确实帮了你 不然皇上就要抓您问罪了 是啊 他是帮了我 可他也替柳小姐领的责法呀 这柳梅武做出那样的事情 他还是给了他包容 不过我呢 这辈子也得不到这种带领 公主 您很难过吗 很难过什么呀 我有什么资格难过呀 我跟秦如梁了 早就不可能了 一言 没什么事的话你先出去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进去 沈翔 沈翔沈翔难过什么呀 这臭男人根本就不值得 他这样子 行吗 将军还没醒吗 还没呢 昨夜爆炸了和伤口今早又烈台 将军今天高热不行伤口又发痒了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这样你快去请太医 快去 公主 您终于来看将军了 他的伤怎么样了 不太好 要换了无数遍 还是不得好转 将军上回肩上挨了水镖 如今伤上加伤 都烧了好几天了 每天迷迷糊糊的 只换公主的名字 叫我的名字 奴才还要给将军煎药 公主可否替奴才照看将军片刻 你去吧 你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成现在这样 躺在这里 沈翔 你不是很厉害吗 要杀我父亲 为什么 我早就说过了 我没有派人杀你父亲 你可曾相信 陈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死了没有 你别以为我在担心你 我知道 你恨我入骨 怕不得我早点死 让你说 那天你为什么救我 如果我死了 你大仇就已经泡了 为什么不将计就计 让皇上杀了我 不是你错的 就不应该给你这嘴 那你父亲也不是我杀的 为什么不信呢 是真无真具责 你让我如何信 证据证据你只认证据 却不相信我 如果你真的信我的话 你会自己去查的 就不会把一切都带回来 你永远都是这样 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将军醒了 将军由你照顾就好 我就不在这里了 公主 公主 你这几日去哪儿了 我还以为你又被柳氏算计了呢 我才不会现在那么傻 被人抓到药房挂起来 说起来 这几日是未见到柳氏 平日李将军有事 他都是第一个忽来和去的 这几日倒不见了踪迹 他没去照顾秦如梁吗 前几日在 这几日嘛 都是小厮在照顾 柳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这倒有些奇怪 玉燕你去佛容院看看 看看那姓柳的又在搞什么坏事 是 可探到了什么 芙蓉院当真蹊跷 是吗 听那边的仆人说 柳氏近日撑并不出 谁也不见 叔叔得了水痘 房里一盆一盆的血水往外端 怪吓人的 水痘能出这么多血 奴婢也觉得奇怪 可那边的人都这么说 许是老天有眼 叫他回头上下 都找他水痘 我可不信什么报应 对付坏人 就应该主动出气 哥 这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 好好休养一阵 变得看不错了 千雪 这段时间辛苦点了 哥这是什么话 这都是千雪该做的 那煞千岛的轻如梁 带我上语 定要他长命 对不起哥 弄疼你了吗 千雪 你不会真爱上秦如梁了吧 我当初将你安插在他身边 就是为了在今生留一个耳目 如今副相的仇位保音 你怎可以对他懂真感情 哥 我们的仇人不是皇帝吗 你能不能放过如梁 放过他 我放过他 他可会放过你 你不要忘了 我当初都做过什么 如果有一天他知道权谋 你怎么在将军府邻属 谁 谁 也不知道人听到了多少 该如何是好啊 看来将军府也不能常待了 千雪你放心 我有办法不留意 公主 你怀着孩子 怎么还能跑这么快 要是这点刺激 都经受不住的话 那就不配做神仙的孩子 公主 你方才可听到了什么 没怎么听清楚 但柳梅府房间有个男人 却是白山钉钉的事情 男人 这柳氏胆子也太大了些吧 那公主打算怎么办 告诉将军 不 他今日应该会猜到是 如果现在我去告状的话 反而会被他倒打一把 不划算 那公主是想 既然主动揭发不讨好 那就让他自己先原先 将军 身上喝了饱 请不聊 好 公主来了 今儿没你什么事了 出去吧 是 怎么了 就算我想让你死 也不至于亲手在你满里下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这 你别这么刺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 是啊 我也以为我会不会再来了 这不是有事要跟你说 当然是什么事了 自然是你爱的美武的 听说柳小姐生病了 病得还不清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将军府上的女主员 所以我来找你 咱们一起去看看她 你一向和美武举鱼 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 我知道在你心里 我是个非常饿的 我知道偶尔翻一回晒气不久了 赶紧 太好了 那咱们去公院 真是不重要 是你 不想她死的话 就让我离开 同样的手段 你觉得我会妥协了次吗 这么说 你不在乎她的生死 别过来 多远点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五 没五 没事吧 公主 你总算回来了 我听闻扶荣院里遭遇了刺客 还劫持了柳氏 公主 你没事吧 受伤的是柳梅武 不过经过此事 他倒是堵出了我的嘴 什么意思啊 他这一出口气倒是高明了 将之前自己犯的所有责物都淡垮了 最终情人还是回到了他身边 而我倒是出力不讨好呀 可我听说那柳氏也中了毒 倘若他真的和刺客是一伙的话 未免对自己也太狠了吧 舍不得孩子掏不着狼 但柳梅武有什么做不出来了 只不过这到底是助纣为虐 还是受人胁迫就不知道了 但这一招 无论如何都是他有 公主 他要赢就让他赢一回 就这也改变不了 他是咱们公主手下败将的事实 公主 咱不跟他置气 气坏了身子 不知道呢 眼下最要紧的 是公主要好好保重身体 就快要到产期了 公主 一定要先好好生下孩子 自个歹毒 尽在你的肩上吹了毒 将军 我怕 别怕 没有 我定为你寻来解药 将军 将军 就要走 你的解药怕是不易寻的 我得早做准备 就一碗 将军人一碗也不愿意给一碗 沈贤 今早也受了惊吓 他就要生产了 我得去看看 总之 你好生休养 我会晚些再来看你的 沈贤 沈贤 你变这样 你忘不了他 即使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你还是要去关心他 沈贤 我一定不会让你生下将军的孩子 将军 有个大夫要见您 说有要紧的事相告 请他进来吧 是 见过将军 先生可是有本将军要找的解药 此次前来是另有一事 就是公主的事 公主可是身体有样 将军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公主流落府外之时 便是老夫第一个诊治的 原来是先生救了公主 请受在下一拜 这不折杀老夫了吗 老夫不敢 你救了沈贤 那就是我将军府的恩人 受得起这一拜 将军对公主这片情深意重 刀交老夫不知还该讲不该讲了 先生 但受无妨 若是我说公主被救之时 尚未有孕 若是我说公主被救之时 尚未有孕 你什么意思 公主她明明就有孕在身 老夫所言句句说是 那时我被书大人请到府中 于公主诊治 公主体若多病是真 但的的确确尚未有孕 不可能 如果她那时候没有孕 那现在 我只是说公主被救之时 尚未有孕 并没有说 如今公主的孕 是假的呀 不过这件事 我想一直烂在肚子里 可是瞒着将军 我心有不安 不能让将军蒙在鼓里 特此前来禀报 其实公主是刘洛府外之后 才有身孕 那段时日 她与书大人一起 同进同出 相当亲密 老夫虽不敢断然 但公主府中 泰尔绝非是将军的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太医也为她诊断了路 她的的确确 使用两个月的生孕 公主出身宫尾 收买几个太医 也不是难事 无非是将自己的胎儿 说大一个月 待到临产之时 也不会相差过久的 秦如梁 你没事跑火车来做什么呀 你就没有什么要与我说的 没什么呀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是 你什么都不说 就从府中消失 又什么都不说 就突然杀了鬼 连我也不知道 你究竟有几分是真 几分是剑 是 把我的傻子一样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很有成就干什么 秦如梁你一大早发什么疯啊 根本都不让你再说什么 你干什么秦如梁 放手 李老师告诉我 你承诺孩子 究竟是不是我的孩子 你说什么呢秦如梁 啊 你是在怀疑我洪姓出墙了是吗 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就直说了 有一个人也不是养气 不用编这些来羞辱我 羞辱 你也知道这也是耻辱的事情 你有胆子和修哲搞在一起 却没有胆子承认 你有病啊你 胡说什么呢 你跟苏哲暗通款曲 你到头来让我当这个便宜店 你跟苏哲暗通款曲 到头来让我当这个便宜店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我的感情 我的心情 你从来没有散回祸 没有 秦如梁你放手 放手放开 放开我 你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你干嘛 秦如梁 快 就走得远一点 就走得远一点 就再也不想 也不要再看到你的孩子 公主 这是怎么了公主 hö能不能 公主 糖分 fuel 有没有人 糖分 没要救的 利 au 车分 5 3 5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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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啊公主 用力 公主用力啊公主 公主 松了松了 是吧个小公子 今日多谢苏大人救命之恩 请苏大人受于燕一拜 快起来 阿贤的事情我亦不容辞 于燕 今天究竟发生了何事啊 将军 公主生了个小公子 母子平安 公主和小公子此刻正在舒服呢 我知道了 退下来 是 是 亲叔两啊 亲叔两 他们才是一家三个 有你什么事 将军 别害怕 我来 只不过是要件东西而已 府里那位刚生下孩子 胎医 还在你这儿吧 你要胎医做什么 本来也是不谢药的 谁叫他能做我家夫人解毒的药引 交出了 不为难你 阿贤 你醒了 小心 我的身上怎么这么疼啊 你刚生完孩子自然是疼的 现在是信货了 我说是身上 请假许 孩子正在入门那里喂奶 等会儿跑过来给你看 嗯 公主醒了 公主 你今天吓死我了 若不是苏大人经过 玉燕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好了玉燕别哭了 我这不好好的没事吗 还有一事 玉燕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方才我婆告诉我 香善把姑娘刚落下的胎医抢走了 说要给柳眉武做药引 天下哪有这种毒 偏偏要用公主的胎医才能解 这百命就是欺负咱们呀 看来我和孩子在他心里 也就这点价值 阿贤 那秦如梁如此待你 说什么 我都不会让你回去的 不回去 我要跟他合理 沈贤 你还有脸回来 为什么没脸回来 不仅我要回来 我还要带着苏折一起回来 看能把我怎么样 我当成没有见过 比你还下贱的女人 红杏出墙 被我逐出府去 居然还堂而慌之地带着肩夫 当面示威 是是是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非要给自己戴绿帽子 我也不拦着 你说这孩子是我跟苏折的 那就是 反正你也不配做我孩子的爹 嗯 别生气 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然我会觉得 你这是爱而不得 因爱生恨 你今日来到底想干什么 既然你这么直接地问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 秦伟良你给我听好了 我静贤公主 今日正式修夫 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 不复相见 你记住了啊 是我修了你 更甚至你 往后呀 我跟苏折会在一起 幸福与美满 对一辈子 我跟苏折会在一起 阿喜 对不起啊苏老师 又把你给牵扯进来了 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连累了你 刚才我又说出那样的话 这以后 你怕是挑进王位写不清了 无法 你怎知 我不是看之如 苏老师 你总是惯着我 但我却总是做出一些 对不住你的事情 哎呀 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 见到那秦伦良 就说出一些 不太清醒的话 一心想着 气死他 但是却没想着 苏老师你以后 该如何自处呀 对不起 你的意思是 刚才你所说的一些 都只是为了气情如良吗 难道 你就没有半分 真的想说的话 苏老师 你是我的授业恩师 我怎么能不尊师道众呀 比你近日 省钱多亏了 苏老师照佛 我也不敢再麻烦苏老师了 原来如此 陷下你和孩子 都能个落脚之地 近期 你就在我府上住着吧 那看来也只能是这样了 不过苏老师你放心 等我找到了 新的落脚之处 我就带孩子离开 谢谢苏老师 没事儿 啊 这些让下人去做就好了 你一个公主 何必这样为难自己 一个真管而已 别那么紧张 再说了 这别人做的 和她自己娘亲做的 那能一样吗 今日是中秋 我带你去灯会逛逛吧 中秋节 对啊 你看我这脑子我都忘了 今天是中秋节 可以 反正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孩子还太小 就留在府里 我呀让玉燕照看着 叶成 走 那我面具还挺好看的 咱们去看看吧 真是巧了 公主和苏大人 没带孩子一起吗 孩子还太小 怕她着凉 所以就留在了府中 原来如此啊 本还想看看孩子 跟苏大人长得像不像呢 你先逛 我回事 将军 怎么还有人愿意自毁名声的 苏老师 你这以后怎么娶亲呀 若我不娶 就等你愿意嫁给我 苏老师你说什么呢 阿贤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不想再瞒你了 阿贤 我心愿你 阿贤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从很早以前 我就已经心愿你了 只是那个时候 我是老师 你是学生 所以 我将这份心事 放在了我的心底 苏老师 知道了 我博览群书 就是为了有一天 可以交给你更多 我努力习武 也是为了保护你 只可惜 在公辩的时候 我每天在你身边 护你周全 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你 嫁给别的男人 你知道我多懊悔了 懊悔我没有早一点 告诉你我的心意 现在 你和秦姑娘已经合理了 我请求你 要不能回过头 再来看看我 好不容易地看看我 好吗 孙老师你先把书说走开 你不必现在给我回应 但你想清楚 无论是什么结果 我都接受了 圣旨到 秦如梁皆知 北境 骤起战事 叶良军突袭拿下我大楚颠塞 朕特命秦如梁为镇北大将军 即日北上出征 荡平敌寇 钦此 臣 临旨 将军辛苦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 皇上吩咐咱家 要亲自与将军讲 秦如梁 秦如梁 你来干嘛呀 公主啊 是咱家托将军 带我来找您的 那公公你又来做什么呀 咱家听闻 公主带着孩子 在苏大人府上做客 便过来看看 恰好 皇上近日问起孩子 想要见见 不知公主 可否让孩子进宫住一阵 皇上想要见孩子 是啊 这不是秦将军要出征了吗 皇上担心 公主一个人带孩子 太过劳累 便想着分担一些 公主若是想孩子 亦可进宫探望 公主远 还是不远呢 我岂敢拒绝皇上的好意啊 公主放心 皇上定不会亏待了孩子 我开心 妈妈 妈妈永远在 啊 不要再能够 你要出征 所以害得我们母子分离 皇上担心我操劳过度是假 要嫌你是真怕 他名义上还是你我的孩子 大战在即 皇上不可能不防着我 我记着便要走 你是不是 希望我战死在沙场 于公 我希望每一位将士都能平安归来 于思 你的生死 我早就不在乎了 谁的落寞 我一点点天难过 用错左右 无缝了当年承诺 曾愿与你只手上看着人间 我谁的泻 你什么 我没有 今日我进宫带你去看孩子吧 走 衣服玩具 还有他喜欢吃的 都带了 而且 现在越来越难的老子 我本来就是他娘亲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长大了 听闻宫中是振飞在照料孩子 振飞温婉和顺 他很喜欢 那就好 应贤宫中 季贤公主和苏大人 我去郑飞那儿看看孩子 公主 这恐怕不大方便 为什么呀 不是公公你说的 我可以随时进去看孩子 是 只不过郑飞近日身体不适 恐不能招待公主 公主 还是请回吧 公公 那咱们改日再来看孩子 请 皇上分明就是不让我进孩子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过阿姐 我是常会进宫 给皇子公主的上课 到时我寻个机会 给你看看孩子 那就 麻烦苏老师了 阿姐 怎么样 他见到孩子了 见到了 你先说他怎么样 也是巧了 郑飞的小王子正好也是我的学生 我便借故 给他温习课业 到郑飞的住所走了一圈 正好碰到 郑飞带着你的孩子 出来走动 那他在宫里可还习惯 可吃得好 住得好吗 你放心 宫中不会短着孩子的 而且郑飞 非常疼爱他 爱不失手的 郑飞还跟我说呢 这个孩子 特别乖巧 从外不哭不到 这边好 来 苏老师 我还听说 这个孩子 虽然只有几个月大 但是 力气特别大 每天晚上都登被子 听说郑飞啊 他专门找了一个小公寓 先给他盖被子呢 这孩子倒是像我 从小就来提被 谢谢你啊 苏老师 谢什么 你开心 我就很开心了 说起来还没给他起名字呢 大名历史万会儿想不起来 小名 小腿 小胳 小胳小腿 最爱提被子 怎么样 小腿 但还挺可爱的 是吧 回头我见着他 我就跟他说 这他娘亲给他起了 我看他行不行 这 这个秦如梁 朕派他去北京 他便这般敷衍阵吗 皇上息怒 息怒啊 这都多少天了 啊 北京城池还未收复 我看他秦如梁 是这么多年养尊处优 忘了这仗给怎么打了 皇上 如今朝野上下 只有秦将军 才是平定北京的最佳人选 皇上不妨再给他一些时间 体观后效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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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腿可喜欢我给他起的名字 怎么了 是不是他不喜欢 今日我未能进宫 宫中的公公说 我是个外官 所以 不宜进出后宫多次 教导 王子和公主 读书的才是 也交给别人 你在宫中 教书那么多年 突然不晕 我知道了 那定是皇兄的意思了 今天 我在回来路上 得知了一个 防疫北京的消息 可想知道 你说 北京传来军榜 秦如梁 为了收复实地 上厅了 十分钟 那便是了 其实皇兄一直都知道 是你在替我探望孩子 如今秦如梁 未能取得 大的善果 便迁怒于我和孩子 让我们相见 如今秦如梁 未能取得 大的善果 便迁怒于我和孩子 让我们相见 阿贤 你也不要太过忧虑了 即便皇上 现在对秦如梁 很不满意 但是 他肯定也跟我交推怎么样的 这个我倒是不担心 我现在 更担心另一件事情 你说这叶梁 之前一直在 北方生活着 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的 他为什么一夜之间 突然就变了 一下抢走 咱们那么多要塞 此时我也觉得技巧 按你来说 这叶梁 兵力不强 更没听闻有什么 爵士之才出山降世 怎么瞬息之间 变成如此 势如破竹之台 苏老师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你说之前 想要杀我的人 和想要进攻行刺 皇上的人 会不会与此事有关 你的意思是 这叶梁 与一夜之间这么厉害 会不会是有什么人 跟他们泄露了 什么秘密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么大厨 怕是招架不住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这也就难解释 为何秦如梁 赴北京多日 是无法取得战果的原因 是啊 秦如梁也会有危险 你担心他 不是 我不是在担心他 我只是想知道 这幕后 到底是谁在搞事情 这仗早些打完 我才能 见到我的小土儿啊 输尽大军备归 我们必须找机会突围 陈将军 你率军 从左翼突袭 陈将军 你率军 从右翼接引 我率一只轻机 为你们吸引敌军主地 是 是 秦将军 放下武器 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你是个好将军 我可以饶你一命 我秦如梁 是死都不会做叛徒了 好 秦如梁 你可知你今日为何会亏败这次 你突围的策略本是绝佳 可惜啊 已经有人提前透露给我了 未来 李提前在武区中安插了奸细 我们叶梁军一路势如破终 光靠那一两个奸细肯定是不够 最主要的 还是你们大城北京边防图啊 让我们叶梁军如虎添翼 你究竟是谁 反正你都要死了 我不怕你知道 是你 你的意思是大处有人投敌 陷徒 陈目前只是猜测 但此时关系重大 还请皇上早日下旨重战 好 此事就由你来撤场 但记住 不要打草惊蛇 真明白 大人 之前我托大人查的事 可有结果了 苏大人上回问我 北京边防图之事 我特地去查了卷宗 近二十年 凡是接手过卷宗的人 名单就在上面 柳博文 前朝柳相 正是 这图 之前一直都在柳相手上 柳家 因反叛之事 被治罪 这图 便不见了踪迹 我听说柳家南京 就是被柳放北京 不错 柳家独子柳千赫 就在其中 不过 听闻他因受不了 北京的苦寒 没多久 别死在了边境 事情就是这样 阿贤 你真的觉得 柳千赫已经死了吗 我虽不敢断言 但如果是柳千赫的话 好像一切都说得通了 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和柳千赫有关 流放北京 假死脱身 你姓埋名浅如大处 先是想要了我姓名 后是刺杀皇上 再者又是把柳梅甫 留在了房间 合着这两个人 演了一出双簧 把咱们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了 他若有反心 有北京边防图在手 难不成 就是他 苟结叶良 暗中献徒 只是我大处 兵败如山倒吗 就有动机又嫌疑 但是光平咱们这样也空口无凭了 对吧 有了 既然咱们现在找不到柳千赫 不如就先去找找能找到的人 我在将军府上不是有一个大好妹妹吗 我先去找她去去救吧 嗯 月月 你确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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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记性好吗 我确定好吗 我确定好吗 你确定好吗 你确定好吗 微后 不是 但是 钟 店 可能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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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LL 店 店 人 我实现打听过了 柳梅斧去日清剧剪出 但每固定一段时间 就会有书信送来 十分可疑 是吗 一边 有一个信 你们两个还敢 回将军府 停你说错了 不是回是闯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我喊人了 还给我 敢要吗我不给 干得漂亮 这是我们家夫人的信 你还给我 不就是一封信吗 那么紧张干嘛 哦 难不成你家夫人 趁着将军在的时候 我当是谁啊 原来是公主回来的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公主回来的 沈贤 我可真佩服你 皱目睽睽之下被将军小弟出门 已经还有脸回来 我为什么没脸啊 当初可是我修的他 但是我没想到我不要的东西 却还当成宝贝了 所以你怎么说 被将军赶出去的人 便不算将军服的人 来人呢 把这两个小偷给我打出去 住手 哟 都来齐了呀 我看你俩当真不知廉耻 奸夫淫妇 还敢上门撒泊 怎么没服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怎么 敢做不敢认呢 这孩子都生出来了 还在这装无辜 也不怕让人笑 原来真是你啊 刘美武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做出 诋毁了孩子的事情 关我什么事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是吗 大夫 你看一下 在你正前面的这位 是不是当日收买你的人 你可要想清楚了说 污蔑将军夫人可是最佳一等 怎么 你怕被他威胁 你难道就不怕被我威胁吗 你好好听清楚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是货真驾驶的皇室公主 和官朝一品的大学士 你难道真的要为一个区区的将军夫人 不对 将军是妾 来得罪我和苏哲两个名动精诚的大人物吗 你好好想一想 到底值不值 公主说得不错 今日你横竖都要得罪于人 倘若你知错能改 我与公主并不会追究你的对责 但倘若你明完不化 就等着和柳氏一起锒铛入狱吧 公主摇命啊 舒大人摇命啊 是老夫一时鬼迷心窍 收了柳夫人的钱财诋毁公主的 公主被赶出府之前已经怀有身孕 这孩子是将军的 公主被赶出府之前已经怀有身孕 这孩子是将军的 你胡说 你们分明是串通好了 一起来摆我一道 我从未做过此事 来人啊 把他们给我打下去 怎么 都要反了吗 我说把他们给我打下去 小美武 别在这发疯了 他们又不是傻子 你真的以为你在这府中 能互风换雨啊 现在我倒是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解释一下 自从将军出征之后 你总是收到同一个人的来信 你与这个人呢 已经互通 说信多日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怀疑一下 能像初想的人 是你的呀 你少在这穴口喷人 先别着急买人 我只不过也是合理推测 毕竟我跟苏老师 只是相熟一些而已 就被你造谣成 连孩子都有了 那你既然跟这个来路不明的人 私下通情 我怀疑一下也不过分吧 你少在这搬弄是非 这分明是我跟兄长的来信 我怎么可能跟我的兄长 红杏出墙呢 你的兄长 那可是柳相之子 柳千鹤 各位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柳美武原名柳千玺 是相府被治罪之后 才被将军受得到府中的 而他的哥哥 是被流放北境的柳千鹤 可是他已经死于北境了 难道他还活着 你到底想干嘛 各位 事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与美武还有一些提起话要说 就不耽误各位了 大家散了吧 柳美武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 自己还有求我的一天啊 原来你上门桌间是假 怕我话才是真的 所以你连挣扎都不想挣扎了 直接承认 你哥哥还没死 承认又怎么样 你们现在也找不到哥哥 哥哥终将会实现他的计划 柳家大仇也终将得报 报仇 报什么仇啊 当初明明是柳相 趁心地根基不稳 妄想携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柳家被治罪理所应当啊 报什么仇啊 所以你怎么说 哥哥哥已经将一切安排妥当 过不了几日 那狗皇帝的位置便会不保 皇室欠我们柳家的 我都会一一拿回来 所以是你纵容他协徒叛国 让叶良铁蹄踏破大楚 是大楚不仁就修怪我柳家无意 好 这些你都不在乎 那秦如梁呢 秦如梁的死魂你也不在乎了吗 不会的 哥哥答应过我 不会伤儒良心理 没我没我 你不会傻到连这些都相信吧 你哥哥献的是一整个北境的边防图 地形要塞 兵力驻战 一清二楚 如今秦如梁奉扯北上 没有什么好够子啊 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大军溃败 如梁身为主将总会有性命之忧 哥哥说过定会优待于他的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爱慕秦如梁 可是你一点都不了解他 秦如梁 他根本就不会临阵逃脱 更不会束手救秦 屈服于帝国 就算没有胜算 他也会占到最后一刻 流进最后一滴血 这样的一个人 叶良会放不他吗 不会的 将军答应过我 会平安归来的 你也太天真了吧柳梅武 就算他能活着回来 他也能逃过死吗 你知不知道 大军在北京迟迟不得进展 皇上听闻此事颇有微词 如果真的兵斑 就算秦如梁活着回来 他也会激怒皇上 给他这一个领兵不利之罪 柳梅武啊 你简直是把秦如梁往死路上逼 不是我 我不是 柳梅武 只要你现在告诉我柳千鹤在呢 或许还能救清我两人 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哥必须活着 好 我答应你 皇上 陈宇敬贤公主已经查明 北京边防图乃有柳相之子柳千鹤暗中陷于叶良 此人 已是此前入宫行辞的刺客 他跟柳千鹤 真当初留在柳家一面 他不知道感恩 竟然还敢投敌叛骨 皇兄 据柳千鹤的妹妹柳千雪所供述 柳千鹤现在人在北京 须尽快勤拿 才能及时止损啊 传令下去 从即日起 不惜一切代价 你要将柳千鹤 阻拿归案 是 放心吧阿贤 柳千鹤的图谋已经败露 秦如梁只要抵过这阵 应该不会再有事了 突然提他干嘛呀 你虽嘴上不说 但我看得出来 你心里还是有他的 对吗 他曾经那么对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 哦 这位大家军 秦如梁干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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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这位大家军 秦如梁干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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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贤 只要我顺卷 思念莫子 忘记喜遥和念 心有戏谈 愿知念 轮回过经典 看知全 公主 末将没能把将军带回来 对不起公主 你的意思是 秦梁 死了 我军遭业梁军围困 将军为大军能够突围 独自在那一日清净吸引兵力 不曾向军中有戏弱泄露消息 以至将军一行人被逼上山崖 将军宁死不想 最终落下山崖 我等待事后找寻多日 却连将军的尸身都没曾找到 只带回了衣冠种 怎么好啊 死了好啊 死了好啊 秦梁你不是很厉害吗 不是要与我不死不休吗 你不是要好好为你父亲报仇吗 怎么这么多上都没算呢 你怎么就走了 你欠我呢 欠我的 你欠我的 都怪你 你为什么不遵守诺言 我已经将哥哥的消息告诉你了 为什么将军还是死了 你凭什么指责我 这一切都是你跟你哥做的 都是你害死的情侣 我没有 怎么会想让将军死呢 不是 不是我 来人啊 将柳梅舞关进房里 葬礼也不得开门 不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盛行 你不能不让我参加将军葬礼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是说你把真心都给了他吗 那我就让你没资格给他送葬 让你 后悔一辈子 沈贤 你以为你赢了吗 你没有 你从头到尾都说在我六妹五手里 你难道不想知道 你和将军为何会走到如今这一步吗 那 你可知 当年你和将军明明两情相悦 却为何在一招之间互相疏远 是我 多次以你的名义约将军出来 然后又次次告诉他 你来不了 让他对你的期待落空 也是我 告诉他 你根本看不起他 然后 他就信了 自卑自伤的父亲中历练 沈贤啊 知道你们再也见不上面的时候 知道我们多开心 我 你 还要秦老将军的死 那也是哥哥为了父亲报仇而做 当年父亲被揭发 也有秦老将军的一份工 哥哥找人在半路杀了他 然后理所应当地推给你这个前朝公主的救部 将军理所当然地将你认作为杀父仇人 沈贤 这些真相 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 将军永远都会以为 你是他的杀父仇人 又永远以为你生的孩子不是他的 他到死都觉得 是你背叛了他 沈贤 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 这些真相 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 将军永远都会以为 你是他的杀父仇人 又永远以为你生的孩子不是他的 他到死都觉得 是你背叛了他 沈贤 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 是我 真的是你 阿贤不可 你放手 阿贤 我知你现在的心情 但你不能冲动 皇上 还等着柳家兄妹问话呢 如果你现在杀了他 皇上会起疑心的 你们留着我 是希望我出卖哥哥吗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还有吗 你 还是 你好 你可以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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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你从小最爱吃的 你曾说 不管有多大的烦恼 只要吃上一口 烦恼立刻消解了一半 若是不行 那就多吃几口 这样 就永远都不错 其实有没有 我把真相说出来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这样 我们就不用去猜 这背后的人到底是什么了 阿仙你没有错 他也没有错 错 只是那些搬走是非不择手段之人 总是 我都没错 只不过是伤害彼此最深的 是我们自己 多可笑 像纠缠了那么多年的人 他从来经全都是无悔 我都没经期 秦如梁 我真的很羡慕你 你才知道这一切真相后便摔手而去了而活呢 知道一切 我要留在这里 我都没有这些误会 你是不是就会选择秦如梁 将军的后事 还需公主来操持 请公主 以将军夫人的身份 主持葬礼吧 我已经跟他和离了 没有什么资格 记得操持 公主那日确实留下了和离书 可是将军直至初征也未曾在和离书上签过一个字 更是会将和离仪式上禀皇上 所以说 时至今日 公主殿下 您仍是我们的将军夫人啊 他不想跟我和离吗 就算我承认孩子不是他的 他也不想和离吗 不瞒公主 将军虽然平日里表面上总是与您针锋相对 可是他最关心的人恰恰也是公主您啊 只是碍于杀父之仇 将军不得已只能将这份情感深深地压抑在内心的最深之处 现如今真相大白 我想将军在九泉之下也是心 皇上下道 吴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敬贤尽爱 如梁是为国卷取 朕理应来送的最后一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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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皇上 皇上 啊 就将军 你还活着 清如梁 没有死让你失望 你这一张计划全部告诉我 我又曾可辜负你的一片苦心 是你 我已经在京城安插了大量武器 不日便能取那狗皇帝的心 你在地下 安心呆解 你的主子很快就向来陪你 我重伤跌下山羊 大难不死 既知道你的全部图谋 别将其救济 假死归机 伴作侍卫 守在皇上的身边 我与皇上商议之后 决定以我的葬礼为诱饵 引蛇出洞 你果然上当 秦如梁 你比你父亲要聪明 你该替我父亲 你都知道了 刘先生 我只是为你一句 你为报仇杀害我父亲 却为何将这一切推到了敬贤的头上 你不觉得 敬贤是最合适 最有动机的人选吗 你父亲追随心地 被公主的旧部追杀 何情何礼 再者说 你跟沈贤有不共太天之仇 那我的谦逊 别也会开心的 所以你兄妹自食之中 一直在算计我与沈贤 我只现在才知道 千雪 哥哥未能完成大业 哥哥对不起 哥哥 今日 哥哥必为你复仇 哥哥未能完成大业 哥哥对不起 哥哥对不起 但今日 哥哥必为你复仇 阿雪 这一次 我终于我终于 是哦 四川 他一样快转他一样 四川 金将军 此人不能杀 还需从他口里撬出 潜伏在咱们大处的奸细 啊 啊 啊 我 他一个人可以 他一个人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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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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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这一样 我 你是为我受的伤 我怎么能看着你不管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昏迷一个月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行了就好 阿贤 这一个月 你都没去找他吗 我找他做什么呀 我以为你们的误会解开了 阿贤 我很高兴 醒来之后 你还在我身边 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吗 苏老师 我 果然 我一直都没有做进你心里 去吧 你去找他吧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伤而邪恩图报 也不希望你留在我身边 是因为愧疚 你心里始终有他 不要再因为什么旁的 而错过了 对不起 谢谢你啊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 公主你要去哪儿 将军府 啊 公主你等等我 请不聊 你这是要去哪儿 此件事 我也想皇上帝教辞诚 尤其 我也不再是大乡 别看得开这儿就 所以你打算 不回来了 今生发生了这么多事 也许只有我离开 对你我才好 谢谢 我吃过去的种种 都是我的错 我也没有办法命 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快乐幸福 这世间 苏哲他 应该会照顾好你的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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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拼着什么 专门 所以你打算 再次丢下我丢下孩子 小统是你的孩子 你要打算让他 这么小就没电吗 你还愿意与我一起 我十年前就愿意了 公主 你们先继续 我带小腿先上车 都怪你 别人不早来来找我